那有八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好 区块链技术所产生的一系列 包含数字货币以及元宇宙的这些概念 会对人类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那些影响是不是会主导人类的生活方式 如果这是人类的未来的话 那么目前身为高中生的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严格来讲这是三个问题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回答 我自己觉得就是Metaverse 它就是在呈现一个叫做 共同在场的这个状态 相信我们知道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大家现在都要算2.25 什么平方公尺什么之类的都面积 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很多的空位 如果是我们现在有Metaverse的设备的话 那其实我只要戴上这个眼镜 那眼镜如果它就有Metaverse的能力的话 那就是我一面还是看到到各位 但是所有这些空位 都立刻就冒出在直播远端的同学来 就等于大家都好像还是 共同在场的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有点像是 就是怎么讲阴阳眼嘛 就是说可以同时看到在这边的人 跟不在这边的人 然后可以彼此互动 那再推广一步讲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在室内 那看直播的朋友也不是在室内 但是透过5G 比昂5G等等的这些技术 那也可以做到说 就算你是在山上 在海边 在任何地方 那都可以把你的周围的那种感受 带到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来 所以就不是只是平面的 好像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 看到一个二维的荧幕这样子 而是说大家就可以身力其境的 一起去某个地方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是元宇宙的概念 不过Metaverse的概念 其实严格来讲 跟区块链或分散式账本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它主要在讲的只是 我们的显示技术 或者是声音收音等等的技术 能不能够趋近于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Matrix的话 趋近于就是在Matrix里面 就是脖子后面接的那一条线的频宽 就是大概10个Gigabit per second 那只要越靠近那个频宽 那我们的大脑就越能分辨说 我们到底是在这个地方是真的 还是是虚拟的 就是是合成出来的 那所以这个会怎么样改变 人类的生活方式呢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 就是我们对于什么是邻居 什么是我们的 就是亲朋好友社群啊 等等的这种感觉 会越来越被共同的价值所决定 而不是为这个物理空间所决定 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已经多多少少看到这个情况 不管是我们在开发 像简讯实验制啊 我刚进来也有扫啊 或者是说再去做 像我们的口罩市民制 等等的这些疫苗啊 等等这些系统 我们都发现说 原来其他国家 因为他们比我们先碰到严峻的疫情嘛 已经有一些线上的一些社群伙伴 已经提出了这些制度 或者是一些解决方案 那已经做到可能七八成的左右的程度 那只要我们加入这些 现有的线上的社群 我们立刻就可以到 好像他们的环境 虽然我们不可能出国 但是可以去模拟到 他们所碰到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那个社群里面 用他们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方式 然后去放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空间里面 那这种天涯若比林的感觉 就是建立在全世界有一个共同的紧迫的 想要解决的问题上面 那这个共同紧迫想要解决问题 就是防疫的问题 把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创新者聚集在一起 把大家的精力时间等等聚集在一起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这个共同价值才是我们是邻居 或者不是邻居的这个伙伴 那好比像说一些别的政体 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可能就不是像我们这样子 就是大家扫QR Code 然后跟医疗人员取得某种互信 它可能就是采取直接禁止 城市之间彼此移动的方法 那如果是采取这个方法的管辖领域 那我们就很难跟他们有一种天涯若北林的关系 因为他们所研发出来的这些技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用 它是在一个不同的对于人的生活 或者人权的价值等等的想象上面 所以大概先这样子回答 那在就是数字货币这件事情上 也是其实有一点点类似 就是我们在大部分的 我们平常运用货币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就是人跟人之间 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之类的交流 让它变得比较顺利比较顺畅 那但是我们看到其他一些管辖领域 它推行数字货币的做法 可能就不是这样 而是说它是希望所有的一举一动 全部都要先让国家知道 然后才让其他的人民或者是商店 或者是经济部门知道 那所以它是基于控制的目的 而不是基于就是更容易 更方便使用的这个目的 所以才要在所有的交易中间都先 就是打上一个就是数字平台等等的这种感觉 那所以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越开发这些数位的创新的平台 我们希望就是 就是个别的个人 他越能够想到一个主意的时候 他就开始自己的一套区块链 自己的一套分散式的加密的货币 他如果嫌比特币这个烧了太多煤炭 对环境的影响不好 那他自己也可以去发明自己的Proof of Stake 或什么其他的区块链的方法 然后确保说它对环境不会有不利的影响等等 那但是呢 如果是在别的管辖领域 它是就是只有政府能够run 只有能够做装 所有其他都是非法的 那这样子根本就不可能有在民间 有这种同时兼顾环境跟经济价值的 新的区块链的创新出现 事实上干脆就是违法的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先有我们的生活方式里面的一些坚持 好比好在我们是关于民主的 关于人权的等等而先坚持 那数字的这些技术 就是确保我们能够把这些坚持的价值更方便的 更不需要浪费大家的力气的 或者是让大家觉得不安心的情况 让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 那当然有不同的哲学的观想领域 就会有不同的方式 应用这些数字技术 那可能就不是把权力尽可能均匀分散 可能是把权力尽可能的集中 那所以我觉得身为高中生 我想就是不要觉得好像未来它是已经设定好的 是未来是透过大家而来 那大家不管做任何计划或者是做任何专案 那可能都可以想一想说 那我做这个计划和专案 除了我满足自己的求职与好奇心之外 那它有没有可能接触到一些使用我的专案或计划的人 我要传递怎么样子的价值去给他们 那这个时候就像很多目前做服装设计啊 时装设计等等 他们都会用一种所谓的循环设计嘛 循环材料 那它就是希望告诉大家说 不是回收之后价值越来越低 而是每次回收之后价值越来越高等等 所以所有看到它的这种循环设计的作品的人 就不是只是它的作品本身 而是它创作作品的这个方式 也可以变成其他人可以考虑的一种做法 那这个也是社会创新 就是好的这种想法 透过大家愿意了解的这些媒介 然后就散播出去 所以就是准备的时候 就是尽可能了解 哪些是共同的价值 那哪一个共同的价值 你觉得有意思 那自己创作的时候 尽量去体现这些价值 希望有回答到这三个问题